哈囉大家好 上週跟大家講到跨紅者 就是離開同性戀 雙性戀 變性人身分的一群人 他們在今天來到了我們台灣的立法院 我們一起來聽聽 他對我們的立法委員說了什麼 首先是來自澳洲的 Jeremy Bate 也是我們的跨紅者 他是一個男性 但是做了變性手術 有17年的時間 都是用女人的身分生活 在去年的時候 他放棄女性的打扮 恢復男性的身分 好不好告訴你的朋友說 這裡有一個變性人 他竟然變性又變回來 幫忙分享再加上留言 對於變性 他認為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他說他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吃了一種強力的女性荷爾蒙 這種荷爾蒙是為了防止流產 以前有給很多懷孕的婦女使用 結果發現這些媽媽的小孩 有20%都跟我們這個跨紅者 有相同的問題 現在他走過變性人的生活 他說如果專家不是建議他變性 而是提供他男性荷爾蒙 就不會走了這麼長的煙望路 好不好幫忙告訴你的朋友說 變性人告訴你他如何克服性別焦慮 幫忙分享加上留言 OK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台灣的課本 是怎麼樣寫的 大家可以在影片看完之後 可以點一下我們天文裡面的連結 一起來觀摩一下我們的課本 在我們108年學年度的這個 國小五年級下學期的課本上面 就出現說一個小朋友 這個有男生的身體 卻有女生的靈魂 這是標準的性別焦慮 這時候應該幫助他 對自己的性別有自信 但是課本講得好自然 好有道理 男生的身體 女生的靈魂 更早一點的版本 甚至直接說 我是女生 從小我就發現我喜歡女生 我不喜歡我的生理性別 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動手術 讓我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孩子 好不好 告訴你的朋友說 這真的太誇張了 趕快來了解一下 拜託分享加上留言 為什麼課本會這樣子教呢 今天公聽會當中 一位性別專家他說到 根據聯合國的指導 9歲到12歲的學生 要教他們 以一個人的性別認同 不一定等於生理上的性別 換句話說 你自認為你自己是個女人 很OK啊 但是我們的跨洪者 過來人說 應該叫他們對自己的性別有自信 有另外一位跨洪者 他也是變性的過來人 他是這樣子說的 雖然叫做變性手術 卻完全沒有幫我改變性別 手術只是破壞了健全的性器官 讓我過著好像化妝無愧的生活 他說出了一個真相 那就是30萬元美金的變性手術 沒有辦法讓人真正的改變性別 不但沒有辦法讓人改變性別 而且在青春期的時候 使用這些變性的荷爾蒙 會讓他們終生不孕 沒有辦法生小孩 我們的跨洪者就跳出來抗議說 這些在他們做手術之前 這些風險都沒有讓他們事先知道 其實這是嚴重的侵害我們跨洪者 醫療上的權益 還有自主決定的權利 跟得到幫助的權利 好不好 幫忙跟你的朋友說 不要再讓我們跨洪者的權利被踐踏 幫忙分享加上留言 我們另外一位英國的跨洪者 他是英國知名的 性傾向諮商機構的主席 Mike Davidson 他也是高等教育學院的院士 他說聯合國這種全球性的性教育計畫 其實他根本不是教育 而是教條的灌輸 他並不是傳遞中立客觀 有科學基礎的教育資訊 而是偏激的性別觀念跟性觀念 是一種信念跟生活方式的推廣 教導學生去體驗性行為 之前就有一個網友 他去他的朋友家做客 結果那個家的小朋友問他說 叔叔 你的第一次發生在什麼時候啊 結果這個網友跟小朋友說 幾歲發生關係不是重點的 重點是要做好避孕措施 幾歲發生都可以 結果旁邊的阿公阿嬤 爆跳如雷啊 當場就罵他 說怎麼可以這樣子講小孩 而且就直接把他轟走 好不好 拜託跟你的朋友說 這個我們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是這樣子 觀念真的都不是這樣子 幫忙分享加上留言 我們來看看我們國中的課本 一樣在這個我們的連結裡面 都有掃描給大家看 進去觀摩一下我們的課本 在這個107年度 漢林出版社的課本 他課本第80頁就說到說 這個性愛需要雙方的互相尊重 而且要有感情的基礎 所以簡單來說 只要雙方你情我願 然後有感情的基礎 就可以發生性行為 只是這樣的性觀念 大家可以接受嗎 好不好 最後幫忙跟你的朋友講一下 我們的課本 拜託幫忙分享加上留言 這些席捲全球的性別革命 性革命 還有我們的跨紅者的動態 之後再持續帶大家來了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